多久 又不曾见我了 我又准备上路了 这次我们的旅途 要相同的路重复走 我们要去威斯康辛的 全程的差不多卡车的要将近开27个小时 我估计在家别的全程如果一切开那需要开30个小时 现在是6月5号 跟随着插个缸的脚步我们开 可是我想先告诉大家现在是下午两点钟 我几点钟就来到停车场呢 我11点半 为啥你说 因为你知道每次都要做pre-trip inspection 你每次检查都会检查出很多问题 而这次我们检查出来的问题 灯坏了 还有一个就这两个灯一修我们就修正常时间 最重要的是记住啊钢戈出发特别慢 但是在路上 钢戈停不下来的 跟着我的脚步 一起 走起来 好了屏幕大家屏幕面前你们无聊不无聊啊无聊的时候看看我那钢戈无聊的时候该咋办呢 我该这好无聊啊 好了不装逼了就是说 这一趟出来那是我和我老三又出来一趟这是第2次带老三出来的老三的记忆那是明显长进啊 老三的是我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是个精致的上海男人啊这次我出来的时候呢老三 老三说刚哥你的心你这下面下面下的软 然后他自己的主动的说不行我能整点刮面过来 结果呢这时候的那他等着东西多我整东西多那这次面临的东西就是我们俩就是这路上我觉得 慢慢开车回去咱就该吃吃该喝喝 一边喝酒 一边说啊 来先给你们看一下 这火呢已经开始煮着了啊 不是火呢就是煮着一定慢煮啊这就是挂面啊 因为这个这这种挂面的煮的时间比较长了 对吧 那我就稍微火加大一下 那 给大家诚给大家看这是这是老三代的那个鲁三丁是不是鲁三丁啊 什么牛肉丁 那个豆腐丁猪肉丁还有鱼肉丁豆腐干丁 还有鸡蛋 我真的这卤的挺不错 挺聚 这不是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让你看看 这么一大袋子 这个鲁三丁我们吃两顿 而且还吃不完 我还能给大家贵食 希望大家也能喜欢 我为啥我喝酒了呢 我这是出来的时候第一顿饭的我又是方便面了我吃了一个贼垃圾的方便面 微识弄到 刚哥从来说没有说是什么方便面不能吃 大家不要吃 当时呢我用Mr.Noodle只能做一种面就叫炒面 当家大家还记得我做了一次那个 炒方便面 Mr.Noodle只能用来做那个炒方便面 平时煮的面是不能了 我尝试了那么多种面 不管是这个面那个面我发现就是 一种面我能吃进去 而且也不伤胃也特殊 那就是新拉面 兄弟们 行了 现在我这集那就跟大家说是没事敢吃新拉面 这集呢今天呢我还遇到了一个恶号二徒弟开的那个车呢 把那个传动轴 干报了 传动轴干报这也不要紧最重要是传动轴干报了之后呢那个油箱 你那个传动轴一旦漏一旦爆了之后呢 那什么东西有问题 油箱给 油箱给打碎了 所以说他在这个地儿呢我也过去救援不了的因为什么呢这个不管是开的谁的车 都深表一个歉 这个东西的都是在所难免因为什么当车老这就是新车老车 就新车老是当老师的时候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把眼神在路边 脱车一觉什么也要 这个 连修车 在耽误最重要是你们知道吧我觉得司机挺可怜的 你车干报了肯定和司机没关系你说传动轴坏和人和那是有关系吗 对不对人又不是给开了吗大铁道上一个那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我不是说了司机是司机最苦 你说老板修车还没给司机的各种各样的 我就觉得这点真的不合 我为我兄弟宁个不平啊行了 没事了我继续喝着酒为啥我喝酒因为我喝完酒睡觉我出去开 你要做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就像我一样 好了大家 废话先不多说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穿上北美老司机 至于为什么说成为北美老司机因为我经常是在加拿大美国一直乱跑 也不说乱跑 虽然乱跑但是有一定规律 我的祖籍那是河北生张家 今天大家看到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种货色 有多少种绑法我都给大家运上而我这些所有种绑法呢 都是可行的都是 好了 这种事情的有几种绑法 好告诉大家有好几种方法我今天呢 介于我的工具 限制我给大家介绍三种方法 那这种Forkleaf的根据它的重量它是一共是8000多磅的重量 8000多磅重量是多少吨大家算算除以2.2那又是四吨不到啊 那今天我给大家讲述三种方法第1种方法 公寓形式必先离心器这是一种专门的 专门的绑车的看到没有 专门的就是为了绑轮胎的 就是为了绑轮胎的办法啊 等一下呢我们先演示一下这种办法 这是专门绑轮胎的方法 另外一种呢再来看这个 哎我们大多数转车都有什么 都这我们所有的都这种绑带啊 而绑带的不一样的事发在大家发现没 我这边是没有那个roller 跟着我来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吹了我 就敲棍这个绑带的 所以我这 我这块布如果说我这个绑带如果要绑这个怎么绑 等一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绑是最合适的 因为我这边是有这个 你只有这个的而我在另外一边没有 但大多数的flatdeck的在两边的他都会有 所以说呢 所以说我这个车呢绑这个只能绑在这边 那边就不行了 那紧接着第3种方法也是我们最牛逼 大家认为最坚硬的方法就是用链条来绑 好了 大家想知道怎么绑吧 广告 广告回来 继续观看好不好 老师第1种方法 但不管了是哪种方法 已经看完广告 马上回来 回来了广告看的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们看的什么广告啊 反正我看的广告反正老过瘾了 好了 废话不多说了 接下来我不是说了人哪有分 人为什么要分369等的有些东西 一看就懂一学就会 所以说呢 我一共有四辆车吗 一共有四个对不对 我先给大家绑一个 而这一个呢 我用三种方法来给大家绑 每个的都是一样的规矩 都爱三种方法来吧 你说我第1种这个方法第2种地方第3种方法可不可以完全可以的啊 但是说不管那么多种方法了 我现在不逼比因为什么 如果说当我一边 一边工作的时候呢 有可能也会出现 因为我不是搞这个专业摄影的 刚哥就是卡车司机刚哥就是绑货的对不对 好了 这个谁的这个谁的链了 大家记得 我上次玩泰坦巨猫的时候那泰坦的链子我拎不起来的 这是谁的钩子 这是锤石那钩子啊我告诉你 这个铁的地方我跟你说你能能拍照我能拍照能看着啊 对吧 看他在这里下去之后 就这么概念 但是大家好像不知道不知道 我先拍 我现在没有任何解说啊 都给大家保护着我就给大家解说 为什么要这样拉 拉热的为什么 拉那里为什么 我说你是否趴在这边 好,在那边 看着吗,我永远在侧面,刚刚永远不会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知道为什么,哎,这羽羊,哎,安全地啊,OK,没有问题,我再来这边检查一下,你稍等一下,我看这边可不可以啊。 那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说相当于呢,我用两个,其实不管中间用的,我只用了一根铁链条,理由很简单,就是一根够两边使了,我用这边看着这个钩子,从这边穿进来,和这边,哎,就这么一个过程,这边,勾着这个东西呢,不是, 不让他往那么什么,往后去,看到没有,这个东西是往前拽的,不让他往后去,那紧接着呢,我这边的东西呢,哎,反正这个先保保好了,保好这会儿之后呢,我带大家给演示,另外,再给大家演示这个啊,我先不多说,我先把它装好,大家先看着,对不对,等一下我讲解的时候呢,哎,就是另外, 看我每个动作,从哪里下来,如果能拍到一些细节最好,对不对, 这就是小细节,这些细节有时候呢,我就没法拍到了,因为我现在是不给大家说啊,因为什么,我不是说了,如果说说的时候呢,有可能呢,哎,对吧,有可能会很多复杂的情况都出来了, 我每做一件事情都有它一定的原因在里面,大家可以看,可以看,也可以问,哎,有问题在下面留言啊,这个东西呢,我给它塞进来,塞多长呢,差不多这么长, 然后紧接着这个位置呢,我稍微往前去的,OK吧,这个正中间的稍微往前这个圈呢,往前去的,我是往后拉的圈,看到吗,大家看到每个每个具体的细节啊,看到吗,看到吗,看到吗,这个圈在这个地方称这个,这个地方称个角度,因为这个东西的最主要防止它,往前去,对不对,好了,那这边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呢,紧接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开始紧,可以开始紧它了,因为这个垫进去,不可以不支持这个东西,可以把它弄坏,绑多紧,差不多就行了,轮胎都成这样了,能够多大动静,动静,兄弟们,这边绑好了,看到没有,就这么干净,走,再去那边,兄弟。 接着呢,我再给教大家用这个事,因为这时候特殊的吹了,有特殊看待了,我的吹了,因为什么大家,我不是跟大家说了,看到这个没,可以看下面,我这个下面只有这一个,只有这一种,所以说因人而异啊,每个吹了这个工具不一样呢,你做法也不一样,而这种绑带是什么的绑法,看到吗,看到吗,看到吗,把它掏上去,把轮胎掏上去,掏上去没有, 套好了啊,套好了,对不对,这个地方呢,拽过来,这个地方下去,因为我们要防止它往前,以稍微呢,有一点斜的按狗啊,而这个时候呢,看一下,这是最最关键的一步,来,给个特行,看这个钩子吗,因为我这个钩子呢,设计了一下,正好它可以和这个钩住,看到没有,正好可以设计这个钩子,钩住之后转圈, 也正好可以把这个绳子呢,看到没,正好可以把绳子勾紧,所以说呢,我会勾到什么一个地方呢,我会让它转到一个这个比较合适的地方,就刚刚好呢,让这个钩子它不会弹出来,看到吗,这边就OK了,然后紧接着看这边,那边好了之后这边呢,就开始了,那摆开架势,别怕那些东西掉地上,就把它故意要把它甩开的OK,然后紧接着这边,就是, 我们之前的所有的步骤都一样,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之后,看到没,我这个绑带呢,正好它可以全部的卡进来,就非常舒服的卡进来,卡进来之后呢,其他地方它会飞飞走,飞走,但是也飞不远了,就这样子,就可以把它安全的固在这样,如果大家之后,如果大家发现,如果说这条带子太长了, 大家可以做一个非常调整的规划,就是什么意思,把这个,给它做一个非常调整的规划,就把它压进来,做一个这样压的动作,这样的话呢,它就不会到处乱飞乱跑了,那现在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这时候呢,我们开始把它压紧,压紧的时候呢,这边呢,我们先压紧,都要压到八成, 还八成的力,然后呢,我们再给这边压紧,因为你两边都要压的嘛,这样的话,两边的轮子都可以收力,我觉得再压一次啊,差不多了, 好,到这边压紧之后呢,这边再来一次,好了,看到这个力了没有,这个力要拉了轮子, 轮子往外拉往后拉,所以说它要往前滚,就是这么概念,我觉得没问题了,那大家看到,我教大家三种方法,大家都学会了吗,剩下的事情呢,我留一个给我徒弟做,我呢,自己呢,现在呢,徒弟,看上了吗,这个神这么干吧,那个神那么干吧,前面这个,这么干吧,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学会了,如果现在我还没有研教嘛,对不对,如果用研教,那就一步一步不告诉你,为什么从这儿穿,为什么从那儿穿,那解说起来,刚个顶头疼,好吧,行了,就是这个基本概念,这个铁丝,就是拉那边拉那个铁环,对不对,拉这个地方,把这口,这里有口拉住就行了,对不对,中间那些,不要看中间那地地上这些环呢,那些铁链的都是无用的铁链,知道吧, 最重要是两边拉着他 拉着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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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着他往前去,同时,我们又给他向下的力和向外的力 我觉得 非常安全 我搞定 两个 我把摄像机放在这里 你搞定最后一个 问题不大吧 哎叫前面来反正我已经说过一次了那行了兄弟们 做钢哥的土地啊 大土地太凶猛彪悍了那真是宋悟空我靠 他一天内内都公里数呢回头我再给大家讲讲 如何 作为卡车司机你最少能赚多少钱最多能赚多少钱多到了什么地步你就顶天了 行了先不废话多说 我把大家放在这里 让大家看看 我是如何把接下来的这两个搞定的 接下来的 搞定这条 好 好 好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至于是几个是我绑的几个是我徒弟绑的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我们绑好了 在我们这个视频结尾呢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当如果你发现危险的时候呢 如果你的同伴你认为你的同伴有可能会 走你相同路你一定要告你同伴 小心那里会摔跤小心那里会危险对吧 所以说呢现在就行了好了那我给大家最后说了说了一句什么东西了就是这样子啊 大家看看呀 因为我们俩经常的来回穿越这个车吗 所以那里有个水坑 有时候呢我们就会从那水坑过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那个地方很滑 哎对吧 结果我的一 批击 我就摔着那水坑里了吗 这吧 而是摔着水坑的时候这是我徒弟跟我说什么呀哎刚哥啊 我就知道那个水坑会划你一跤 刚才我也被划了 那我就哭啊 我兄弟啊你划完了为啥不告诉我 我划完我紧接着告诉他他说没事不用你告诉我已经知道了所以说这就是这样子 我徒弟说了那么大盘水坑摆在那里你看不到吗 是 是会看到 但是我不说危险情况不一样我们现在马路上绑车 对不对 那小心是不是要小心看对面的车辆 就这样子 所以说当遇到一些危险的情况你要提醒对方 小心这里比较危险小心那里比较危险 你转到车底下小心头会磕到 这就叫做安全意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月人无数名是指路 最重要是吗 你一定活着 是不是 刚才刚哥就说了你们你们我不知道你们 你们干活的啥样 刚哥干活就是啊什么 随心所欲 现在干活了外面气氛特别热干嘛 短裤干活 穿短裤干活的时候注意安全 期待刚哥的视频吧 废话不多说 记住 安全第一 干活 我是认真的 下期见兄弟们 好吗 还会